一中天 中华史 作者 一中天 拨奖 夏秋年 第一卷 祖先 后继 破冰之旅 一 出发点 2011年5月12日 我到上海拜见吴敬连先生 向他老人家讨教一些学术问题 没想到的是 谈到最后 吴先生反过来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怎样保证你说的历史是真实的 老先生问的有道理 据我所知 这也是许多人想问的 而且不难回答 只不过在此之前 必须先弄清楚 我们为什么要有历史或历史学 这才是根本性的 是啊 我们为什么要有历史 又为什么要学历史 讲历史 讨论历史呢 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吗 有五花八门的野史 段子 道听途说和流言蜚语足矣 用不着管它是否真实 为了学习权术权谋 处理人际关系 对付张三李四吗 有三国演义之类的玩意儿也就够了 同样用不着管它是否真实 那么 为什么总会有人 哪怕是一部分人 极其看重历史的真实性 对正说比细说更有兴趣呢 也许 追求真实是人的本性 真相从来就是有魅力的 它满足的是 我们与生俱来的朴素好奇心 这种好奇心 就连某些动物都有 比如科考队架设在北冰洋用来偷拍的摄像机 尽管伪装成雪块 也会被北极熊们统统拆掉 因为他们很想知道这东西究竟是什么 小孩子会把自己的玩具大卸八块 也如此 好奇心是天然的 事实上 好奇心几乎是所有文化和文明成果的出发点 科学是对自然的好奇 艺术是对心灵的好奇 宗教是对归宿的好奇 宗教是对归宿的好奇 文学是对生活的好奇 就连巫术也如此 它是对命运的好奇 也是对掌握命运之可能的好奇 那么历史呢 二 目的地 表面上看 历史是对过去的好奇 其实不然 作为故事 已故的事件 历史就是历史 你知道也好 不知也罢 正说也好 细说也罢 它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确知或无知 而稍有改变 那么又何必一定要知道真相呢 因为我们就是历史 历史就是我们 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 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当中 我们的今天 对于明天就是历史 正如此刻是昨天的延续 了解历史 是为了看清自己 这就必须知道来龙去脉 只有知道从哪里来 才知道到哪里去 包括要到哪里去 和能到哪里去 也就是说 追根巡源 是为了建立文化系统 实现身份认同 找到人生坐标 这是我们的目的地 何况童年是值得追忆的 没人不想知道自己是谁生的 家在何处 小时候长什么样 有过怎样的天真和顽皮 因此本中华史的第一步 便是中华根 第一卷则是祖先 找到了祖先 就找到了根本 但这很难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地下的文物也不说话 它们集体地保持沉默 共同看守着那亘古的秘密 要到世界末日 才会重新咆哮和歌唱 能帮上忙的 也许只有神话和传说 神话和传说 就是民族的童年记忆 童年的记忆难免模糊 甚至错乱 何况还会被非法 或合法的投放添加记 于是一片光怪陆离之中 便既有神话和童话 又有鬼话 胡话和谎话 而且结结实实地 冻成了冰块 我们的舰队刚刚出发 就一脚踏进了北冰洋 三 北冰洋 冰块是两三千年前 甚至更早就结成的 因此不但骗了乌鸦过客 也骗过了千万双睿智的眼睛 比如女娲和伏羲 都是人手蛇身 甚至是夫妻或兄妹 炎帝姓姜 皇帝姓姬是因为住在江水和积水 等等等等 这些说法基本上被学界普遍认同 很少有人想到其实是谎言 还有姚舜 也很可疑 可疑并不奇怪 事实上 任何由文字构建的历史 都是拥有话语权的人在书写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也一定是统治阶级的 为了获得和保有控股权 他们用官方意识形态将神话传说包装上市 把史前变成创业版 把先民变成股民 这就要重新审视 但不意味着全盘否定 更不意味着那些看起来荒诞不惊的支言片语就一定不靠谱 相反 所有民族的神话和传说都是历史上突出片段的记录 也无不隐含着某种文化的秘密和梦想 要知道神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 神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 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心灵史 只不过云遮物障 真伪难辨 语焉不详 必须破译这些达芬奇密码 实际上传说中的神或人 就是一些文化的符号和代码 是远古历史的象形文字 只要抹去神秘的油彩 我们就能打开迷宫 依稀看见一些真实的东西 是的 依稀 问题是如何鉴别真伪 完成我们的破冰之旅 拿着一张标错方向航道和岛屿名称的海图 是找不找北的 也许需要导航仪 四 导航仪 导航仪有三个 直觉 逻辑 证据 直觉是必须的 它会告诉我们哪里不对 哪里出了问题 或有问题需要研究 这种能力来自天赋 也来自经验 经验证明 越是重口一词 越是问题多多 使家认识一致的地方 往往就是误区密集之处 这几乎是屡试不爽的 因此 那些由官方意识形态和国民集体无意识塑造的历史 未必是本来面目 背后那张脸也许更真实 尽信书不如无书 无怀疑及无学问 怀疑 批判 分析 实证 加起来就是科学精神 有此精神 就不会死读书 也就会有直觉 因此 我在1988年读了赵国华先生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后 便断定女娲绝不可能是蛇妹妹 只可能是娲女神 滚则应该是羽的母亲 而不是父亲 或者说这个族群经历了母系氏族 父系氏族和部落三个阶段 滚是母系氏族时期族群的称号 它可能延续到部落时期 但最终还是会更换为代表父系的语 这是可以由逻辑推理来证明的 逻辑决定了所有文化现象和文化模式发生的先后次序 事实上 在原始时代 人们都只认识母亲 不知父亲是谁 世界各民族最早的神 也清一色是女神 毕竟 所有人都是女人生的 因此 男性生殖崇拜 一定在女性崇拜之后 然后才可能有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 既然如此 女娲怎么可能跟福西一样是蛇 鱼崇拜的滚 跟蛇崇拜的鱼 又怎么可能是父子 逻辑比知识和经验都重要 也比学术权威的说法更可靠 因为逻辑是公器 不会屈从强权 迁就庸众 迎合学界 讨好媒体 如果直觉与逻辑相一致 结论就不会太离谱 需要的只是证据 五 发现号 证据也有三种 第一种是民国以来 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 这些老先生往往都学贯中西 兼有清代普学的功底 近代西学的眼光 许多结论是靠得住的 第二种是比较可靠的历史典籍 比如诗经和左传 但对上书和国语就得小心 最可靠的是第三种 即出土文物和古文字 因为甲古文和金文 彩陶和青铜器都不会撒谎 也没有添加剂 因此 如果前两种证据与第三种相冲突 必以出土文物和古文字为准 绝对的真实 没人能够做到 但有此三招 就可能更接近相对的真实 当然 接近而已 必须感谢前辈学人 他们早就发现了古代文献的可疑之处 必须感谢文字学家 他们早就在揭示古代文化的秘密 还必须感谢国际关系学院李彭博先生 他在我还没买到古文字古林时 将相关内容拍成照片 发到我邮箱 并对我的某些误解和误读进行了纠正 于是我确认 女娲是娲 伏羲是羊 炎帝是三皇 皇帝不姓黄 我也有了新的发现 比如炎帝的妈妈是牧羊女 皇帝的妈妈是漂亮妞 而吃油则其实是蛇灾 这些结论都可以从这三种证据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正是这些证据为我们的发现之旅保驾护航 北冰洋上 破冰船 锐不可当 它的名字叫发现号 很好 有直觉 逻辑和证据做导航仪 有前辈学人 历史典籍 出土文物和古文字做护驾者 我们的发现号就不会变成当年的泰坦尼克 6. 除女航 破冰船直抵目的地 本次航行的目的地是文化系统 以后才是身份认同 这也是一中天中华史前三卷的任务 第一卷祖先建立史前文化系统 第二卷国家建立世界文明系统 第三卷奠基者建立中华文明系统 系统建立 坐标就清清楚楚明白无误了 为此 本卷得出以下最重要的结论 从史前到文明 人类的社会组织 依次是原始群 士族 部落 部落联盟 国家 从文化程度看 他们可以称之为点 面 片 圈 国 其中 夏娃代表原始群 女娃和福西代表士族 炎帝和皇帝代表部落 姚舜宇代表部落联盟 夏商周代表国家时代 只不过分别是部落国家 夏 部落国家联盟 商和国家联盟 州 从士族到部落再到国家 也都有各自的文化标志 在我们历史上 则依次是生殖崇拜 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 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 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 祖宗崇拜则是中国特色 正是它决定了我们民族今后要走的路 因此尽管祖宗崇拜要到第二卷才会讲述 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秘密 则要到第三卷才能揭晓 但由此系统 我们的舰队就算一路凯歌到达了北极 楚女航成功了 完成了破冰之旅的舰艇 将被开回船物进行装修 然后交付诸位使用 至于我们 则将进入下一个航程 下回我们不坐船 改成飞机 本卷中 请关注下卷国家